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又来到华山论世节目 今天又是跟我拍档梁岸昌和大家聊天 大家好 今天我们想和大家讲讲哈萨克 其实是否真的哈萨克 很多东西讲呢 因为哈萨克最近俄军进驻 然后就回纳 因为他的颜色革命被推倒了 但我们最有兴趣讲其实不是哈萨克 而是哈萨克由乱变治 而是帮助俄国在乌克兰的做法 我觉得如果我们中国要看台海的环境是将来怎样呢 其实你看着俄国和乌克兰就很清楚了 如果俄军进侵乌克兰 美国敢不敢打 如果美国不打制裁的呢 换句话说我们看中国对台湾所做的事 所得到的结果呢 亦都是美国会做同样的事 是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呢 就是 乌克兰俄国和美国对中国的影响是很大的 你同不同意这样的说法 同意 非常同意 最近美国有些智库说 美国是个别人的 多数人是不同意的 美国现在还可以同时在两条战线作战 一条就是对着俄罗斯 一条就是对中国 你看对谁 对伊拉克对阿富汗就可以两个 对俄国对中国你怎样打两边 老实说 找来说 美国有时的事是吹水不抹嘴 现在实际上就是在乌克兰这个共势 其实是中亚这个共势 这一次先来你说的就是 乌克兰帮哈萨克连在一起 还有跟着就是白俄罗斯 白俄罗斯最近都说我们都有危险 有颜色革命的危险 这个其实原来都是独联体 即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其实他们原来是一体的 后来都多摩之后就分开了 现在乌克兰呢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 是东抗的问题 即是北弱东抗 其实俄罗斯曾经三次要求加入北弱 是 从这个2000年三次 但是呢 美国也不允许的 不允许的 我是对付你的 是 你加入来不是就是 引蛇入屋 谁会这样做 所以俄罗斯现在醒了 因为醒了 知道美国是针对他 其实我觉得美国是傻了的 美国应该被他加入 即是作为一个准承 整个国家是不弱 等于收到他 收到他 收到他就没事了 问题是他就是不给 反而是步步进逼 等于是整个北弱 美国的战略就是完全要 就是差不多要等于将俄国 是变成一个二流的国家 但是俄罗斯这么大 但是有错 就是这样说 你将俄罗斯收纳了入北弱 就是欧洲就没有了一个 就是针锋相对的情况 是吧 就是和平 那和平之下 美国还有没有藉口 要鑄这么多军队 在欧洲呢 是 还有没有北弱是他 华士而控制了北弱这么多军队 因为北弱的统帅 就一定是美国人 指挥权是他的 你要想一想 美国的大帝国主义 看得不看得清楚 所以这边看美国的大战略是怎样的 你到底是想说 在俄罗斯 你真的要输一个真正的敌人 一个强大的敌人 还是说要将他收入 他需要敌人 美国是需要不断有敌人 就算你没有俄罗斯 没有这个中国也好 都要找伊朗来玩一下 现在呢 如果你看看 伊朗 俄罗斯 再加上中国 你一对三 你怎样对呢 我们解释了大形势 我最有兴趣知道 土经会怎样说呢 如果我们要阻止北弱入侵俄国 我们要是今天在乌克兰打 我觉得他会这样说 要是今天就在乌克兰打 如果不是呢 明天呢 我们就在俄国的国土上 是和北弱打的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不如我现在这样打 所以你问我呢 我就会觉得 俄国和乌克兰发生战争的机会是有的 一定是打仗 然后取代了你的政府 然后换回一个亲俄的国家 那就可以了 但是你记得 因为乌克兰 其实在国会已经通过了 就说会加入这个北弱 这个是一个问题 这个就是最最关键的问题 就是说 普京现在要的是 你北弱要帮他 帮俄罗斯特签一个法律上的文件 你口头承诺就不行 因为普京就好知道 你美国说完之后 第二天不算数 是 他说要一个法律的文件 是 就是 表明 不能够将乌克兰加入北弱 他现在的美国 就是这次谈判完之后 他就没有承诺 乌克兰不加入北弱 就是在这个问题 他没有承诺 就是说大家就僵住在那里 很多分析家 包括我自己都觉得 就变成一个模糊政策 一个长时间模糊 就是说 美国和北弱 和乌克兰都没有明确 说什么时候要乌克兰加入 就是把这个问题 就吊在空中 就不解决 但是又不会说不让他加入 是的 但是那个问题是一样东西 就是如果这个哈萨克 就是俄国的另外一边 是 发生问题 那俄国就老实说 就一定是 左右的出问题 就不容易去发挥 是 哈萨克现在整个形势 就已经静下来了 那你又怎样看 就是对乌克兰这一样东西呢 其实呢 在乌克兰问题上 就是俄国是占优势的 为什么呢 他不但他的军力在这里 就是他近 他又在地然政治上 他乌克兰在他旁边 他的兵力全部都是容易暴循 不单在陆地上 在黑海 在黑海艦队 潜艇全部都移动 那么俄罗斯有个副外长 还很大口气 他说 我们甚至呢 如果你在乌克兰问题上不退让 我甚至重新在古巴驻军 是 哇 说到很大 因为大家知道当年 古巴危机很大 是 是啊 那可不可以看美国人 是 你在别人的门口 在那里搞事 就OK 别人在你喉拉做 看你又怎样 实际上呢 因为俄罗斯除了这个 他还有天然气 他拈着整个欧洲的天气 是啊 所以他有牌 是啊 有趣的地方就是 所以 是不是因为这样 就是 美国佬才在哈萨克 搞一次颜色革命 希望在你喉拉搞一些事情 但是想都想不到 俄罗斯这么快 就可以把整个形势按住 是啊 所以这个就是 反映了普京他做事的 那个缺点 是 他现在从 战斗民族 是 战斗民族 是 那时候他就开始有经验 就是他一直是在反映 在民族问题上 国家与国家的矛盾上 他很坚决 而且是 用武用军 是从来不守远 所以他就很快 他这些特征兵 几个小时之内 就可以尽住这个 是 两天之内就可以搞定 整个形势 但是最重要 他还要派军队 就是 就是认要求派军队去到 全世界都没有 因为他们原来是独联体国家 他们互相有一个条约 集安条约 就是可以申请向俄罗斯派军 其实乌克兰独立了之后 就是离开到独联体之后 他将他的核武器 销毁的时候 中国曾经都要 对乌克兰提供一个核保护省 就是全世界所有的五大国家 都要对乌克兰提供一个核保护省 就是说 我保证你不能够给任何人去进行核攻击 是 说回哈萨克 其实很有趣 阿朗木陶 就是这次出事的地方 原来是哈萨克的首都 因为这就太近中国 所以现在他搬了 就是阿斯特纳 就是在他中心的位置 他那个首都就不断改名 我上次去过一次 你去过 他那时候搞这个世博会 中国其实大量是在哈萨克投资 包括他的国有仁田 都曾经被中共的公司 存资过半的 拿了控股权的 就是哈萨克国有有田 所以在经济上 哈萨克是帮中国很近的 俄罗斯其实是不高兴的 在政治上控制他 他不喜欢哈萨克太近中国 因为中国在一带一路里面 哈萨克和巴基斯坦 这是一带的主要方向 这是重要方向 所以俄罗斯既为中国合作 又有戒备之心 是这个问题 所以他这次哈萨克之后 普京说我们差不多 意思是我们控制哈萨克 当然了 我们现在中国帮俄罗斯 是一个同盟关系 准同盟关系 所以无所谓 主要是对付美国 说回阿拉木屠 阿拉木屠在清朝之前 其实是中国的领导 包括从汉朝开始 苏武牧羊的年代 当然那时的边界是很虚的 哪个的军队到了哪里 不是一个很正式的边界线 但是那时也是中国控制的 在清朝时代 这个边境线 清朝隔了十多二十公里 就有个叫做卡伦 即是一个驻兵点 有二三十个士兵 沿线就是一条卡伦线 很明确 到1840年的时候 沙俄入侵 沙俄那时很强大 一直南下 清朝相对来说衰弱了些 就签订了一个中俄西北条约 将阿拉木屠跪了沙俄 后来成立哈萨克共和国 到1990年 曹董公和国 他又独立了 这个地缘政治 其实是很微妙的 最重要一点就是说 如果俄国 哈萨克道 再没有问题的时候 他有全力 全心全意 看乌克兰 你又觉得俄国 乌克兰之间 出事的机会大不大 我觉得基本上是 好味好味 好味好味 因为现在实际上 美国是要收手的 就是说在乌克兰加入北约 这个问题 他会停止 但是他不敢 他不肯认衰 就吊住在那 等于是台湾 他其实是承认了中国 但是他又要有台湾关系 他又不给你 公开说不给你台湾 又不给你统一 不统不獨 一个模糊状态 就是最符合美国利益 在乌克兰问题上 乌克兰不是说不加入 又不是说加入 可能就是不动 追负美国的利益 就是拖拖拖拖拖拖拖 其实最惨就是这些 做英俊做到乌克兰 真的挺惨的 因为最主要是普京够狼 他已经说得很清楚 他没有退路 如果真的被乌克兰加入 他就出兵 出兵有什么办法 美国是不够打的 在乌克兰问题上 美国不够打 欧洲不想打 是的 因为现在天然气都被人截住 那你怎样呢 他现在卖美国天然气贵很多 整个欧洲的市民都远胜在道 本来有新冠肺炎 天然气又涨价 这个寒冷的冬天 现在是怎么过 所有的欧洲人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德国在乌克兰下落后 新总理就受美国的压力 说北溪2号 就是专门俄罗斯运到德国的 那条油管就暂停了 暂停了之后 其实不着数的是德国自己 德国现在又返口 那俄国也要买 是的 中国可以买很多 中国十四亿人 大量的天然气需求 所以现在在地缘政治上 在这一部分 俄国就有牌 是 换句话说 你的看法 就是俄乌之间 可能出事的机会不大 因为美国已经退了 是 基本程度 大家就留神 看着这两个国家 看看会不会有事发生 好吗 今天讲到这里为止 拜拜 拜拜